第八五一章惊人的法宝碎片 狄九的注意力很快就落在了神灵草药园上 对狄九来说 他最担心的不是这个神灵草药园有没有两戒花 而是这神灵草药园中的两戒花 是不是已经枯萎了 它可是刚刚从师盗界来的 师盗界那么多的好东西 还是一个混沌临直事件 里面都死得干干净净 这个地方的条件应该比师盗界还要好一些 虽然是两戒之间 毕竟是算是有生机的地方 无论这生机有多薄弱 不对 狄九呼的侧头再次看向了神灵草药园前面坐着的不定道君 师盗界多少年了 很多第三步修士都没有寿终正寝 而且那里还没有生机 眼前这个不定道君 就算不到第三步 也是第二步圆满 怎么可能寿终正寝了 难道寿元被燃烧了 可他明明是寿正宗寝 没有任何燃烧寿元的样子 狄九刚刚想到这里 就听见一个苍老的笑声在他的尸海中响起 夺射 狄九无语地摇了摇头 还有人对他夺射 我很是讨厌那个八字须的娘娘腔 你很合我的口味 不错 我的运气不错 一个淡若的元神影子 此刻已经出现在了狄九的尸海之中 狄九很是疑惑 你是如何进入我尸海的 狄九修炼的是规则大道 半点规则波动他 也能觉察出 可这个元神影子 竟然可以进入他的尸海 还真让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的尸海这么容易就被进入 那他哪里 还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 咦 你不怕我多射 元神影子 惊异一生 随即狂暴的神魂 气息就要夺取狄九尸海的掌控权 然后吞噬掉狄九的元神 只是下一刻 他就傻眼了 有些呆滞的问道 你这是什么尸海 还有你的元神呢 狄九的虚空山化为一道封印 直接砸了下去 这元神影子 惊慌之下 就要顿走 然这里是狄九的尸海 他进来的时候用了手段 想要再轻松出去 那就不大可能了 哄 虚空山轰在元神影子上 这元神影子倒卷出去 一下变得暗淡起来 而虚空山却如影随形地 砸向了元神影子 住手 住手 元神影子急切地叫道 他心里很清楚 狄九应该没打算杀他 如果狄九要杀他 虚空山第一次 就可以将他轰成稀巴烂 如果知道狄九有先天宝物 打死他也不会来夺射 夺射者最担心的就是 先天宝物 因为先天宝物被神魂 有着先天克制 而且可以在尸海中随意施展 一旦遇见先天宝物 狄九的神念手印一抓 轻松将这狄射者 从十海中抓了出来 随手丢在了面前 这想要夺射狄九的元神影子 感受到周围空间完全凝固了 他索性也断了逃离的念头 叹息一声看着狄九 说道 你是我见过 第一个能在十海中 凝炼神念手印的修士 狄九心里暗笑 就算是不能凝炼神念手印 他也有一万种方法 干掉这个元神影子 无论是法则正奇 还是自己的法宝 就算是没有炼化的开天笔 也可以一笔压死这家伙 说吧 你是如何进入我十海的 狄九看着这个元神影子 问道 这个问题他不弄清楚 心里都不踏实 我有一枚开天宝物碎片 这元神影子 似乎知道无法隐瞒 在他的头顶 已经突兀出现了一枚 只有指甲大小的碎片 狄九伸手 就将这一枚碎片抓在了手中 一种浩瀚无边的气息 立即裹住了狄九 狄九心里矩阵 他肯定这绝对不是什么 先天宝物碎片 他身上的先天宝物太多了 没有任何一种先天宝物 可以和这枚碎片相比 他竟然在这枚碎片中 感受到了一种 比他第九世界 还要浩瀚的气息 这似乎有些滑稽 而事实上就是如此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被狄九束缚在虚空中的 元神影子 叹了口气说道 若不是这东西 我恐怕真的已经受缘以尽了 这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当年我得到这东西后 然后来到了两界之间 我借助这枚碎片 可以轻松进入你的石海中 只是你的石海太过强大 我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出来 狄九的一道意念 落在这碎片上 只是简单数下 就将这碎片上 多余的悼念 残余划去 然后他的神念一卷 这枚碎片 落在了他的石海里面 世界书的旁边 随即狄九就震惊地看见 世界书最前面多了一页 上面写着 造化玉碟残片 造化玉碟 这东西 他似乎听说过 应该和完整的混沌清廉 是同层次的宝物吧 你是不定道卷 狄九没有再去想 造化玉碟的事情 将目光落在了 元神影子身上 元神影子连忙说道 是的 我正是不定道卷 我的肉身 常年受到 尸毒道运清洗 表面上看很是完美 事实上已经毫无用处了 正因为如此 我才不得已 想要夺射 狄九冷笑一声说道 你好歹 也是一个远古强者 难道连恢复肉身的宝物 都没有 两界花泥 罗魄先怜呢 这才是狄九最关心的 如果弄了半天 不定道君没有两界花 他会很是失望 不定道君赶紧解释道 我是没有肉身 两界花 对我没有用处 若是有罗魄先怜的话 狄九喝了一声 已经是没有心情 和不定道君啰嗦了 不定道君心惊胆战地 打开了药园 狄九的神念落在药园中 立即就失落起来 这里面不要说两界花了 就算是 活着的神灵草 也没有几样 而且都是一般货色 道友 是想要两界花吗 不定道君从狄九的话语中 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狄九需要两界花 他知道这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 哪怕很渺茫 他也必须要试一下 狄九盯着不定道君的元神 语气冷淡地说道 你还有一次活命机会 交出两界花 否则的话 我没有时间和你啰嗦了 我交出两界花后 道友确定可以放过我 不定道君语气颤抖 越活得久就越怕死 狄九吸了口气 缓缓说道 只要你交出两界花 我保证放你一次 没有什么语言陷阱 至于你的那个碎片 就算是暗算我的补偿 两界花 算是你活命的付出 那我的不定海 不定道君急切地问道 只要他的不定海还在 他不定道君恢复后 还是一条龙 狄九冷笑 我不会动你的不定海 好 我带你过去 我知道 哪里有两界花 两界花 是无法通过神灵草药园培育的 那个娘娘枪骗了你 不定道君毫不犹豫地说道 甚至连半点条件都没有提 狄九点点头 你是个聪明人 带路吧 不定道君的确是一个聪明人 他很清楚 以他现在的处境 根本就没有任何 资格要挟狄九 还不如干干脆脆地 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 若是狄九最后还是要杀他 那他只能自认倒霉 狄九不会杀他 原因就是 他根据自己活了这么多岁月的判断 狄九寻找两界花 应该是救人 为了救人来到两界之间 寻找两界花 人品应该不会太恶劣吧 第852章 大灾难书 不定海 不愧是不定道君的宝物 不定道君在狄九前面带路 不定海中 直接分开出一条通道 通道出现在两人面前 狄九落在岸边后 神念扫出去 没有发现八字须 道有 两界花在这里只有一对 而且除了我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不定道君一边在前面带路 一边讨好的和狄九说着话 他担心狄九会认为他毫无价值 两人只是走了半天时间 不定道君就停了下来 狄九看着眼前 依然是刚风和任忙漩涡的地方 疑惑的看着不定道君 你说 这里有两界花 他的神念扫了几遍 甚至连道童都睁开看了 法则正奇也刻画了数十道 就是没有遇见任何 和两界花有关系的天然护镇 禁止之类 不定道君讨好的说道 道有 这个地方需要用那碎片 道有只要拿出那碎片 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地方的两界花 狄九将信将疑的 将造化玉碟的碎片拿了出来 一道清晰的信息 就出现在狄九的意念之中 狄九还没有催发造化玉碟碎片 周围的刚风 一下就弱了下来 狄九一步跨前 抬手撕了一下 在狄九的面前 出现了一块灰色的石块 这石块 狄九肩膜不是一次了 两界花就生长在这种石块上面的 一般情况下 一黑一白 对下而生 可是眼前的石块上 却没有两界花 狄九的脸色一沉 正想说话的时候 不定道君却惊喜地说道 恭喜道有了 这两界花 居然凝聚成了两界果 据我所知 十万对两界花 也无法凝出一对两界果 两界果的效果 第一 两界花不知道强大多少倍了 两界果 狄九的目光 立即就落在那石块 上一枚灰色的果子上 那果子也是灰色的 不注意的话 还真的难以发现 狄九伸手 就将两界果抓在手中 他立即就从世界书上感受到 手中果子的名称 的确是两界果 而且世界书说明 两界果真的比两界花 更是强大了多倍 只是两界花 生长在两界之间 本来就已很是艰难 更难形成两界果 狄九心里狂喜 有了两界果 那就说明 秀气得救了 他小心地将两界果收了起来 解开了不定道君伸舟的空间束缚 同时抓了一枚戒指 都给不定道君说道 看在你帮我找到了两界花的份上 我不计较你之前的无礼 这枚戒指送给你 不定道君除了带他 找到两界花 更是让他得到了一枚 造花玉碟的残片 这残片绝对非同小可 居然能发现 叠加空间中的两界花 多谢道友 道友 光明磊落实在是我不定道君的贵人 不定道君激动不已 他没有想到 狄九不但没有杀他 还送了一枚戒指给自己 狄九冷笑一声说道 感谢就不用了 不过 若是还有下次 那我恐怕没有今天的好心情 临走之前 送你一句话 那不定海虽然也是一件顶级法宝 不过 我要说的是 这种法宝不用也罢 说完这句话 狄身形一展 哪里会在意狄九的这句话 他能逃的一命 已经是幸运至极了 对他来说 赶紧换一个地方 找办法恢复自己的肉身 再说 不定海对他来说 比造花玉碟的残片 要重要的多 他岂能不用 狄九离开后 第一件事 就是撕裂了两界界面 他要就秀气 就不能在两界之间 狄九离开两界之间 准备是寻找一个地方就秀气的 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 他刚刚撕开两界之间 神念中就出现了一个熟人 北英书 狄九立即大喜 北英书还是值得结交的 既然在这里遇见了北英书 那就去太初见 坐坐 太初见天地 规则完善 神灵气也足 适合秀气修炼 狄九很快就觉得不对了 北英书浑身是伤 显然在逃顿 果然 狄九的神念再次伸展出去后 立即就发现了追杀北英书的家伙 老北 怎么混得这么惨 还被人追杀来着 狄九落在了北英书面前 哈哈一笑说道 正在急顿的北英书 被突兀出现的狄九吓了一跳 随即他就迅速回头 落在了狄九身边 眼里带着狂喜的一把抓住狄九 阿九兄弟 能见到你 实在是太开心了 狄九和北英书说话的空荡 追杀北英书的修士 已经停在了两人不远处 这修士看见北英书和狄九说话 倒是没有动手 而是在打量狄九 狄九也在打量着追上来的修士 看起来个头不高 却带着一种难以说出来的威压 头发 有些乱糟糟的 手指 很有特色 是寻常修士手指的两三倍长 耳朵极为细小 肤色呈现一种灰暗色彩 就好像死人一般 但他身上的生机气息 比一般人都要旺盛得多 显然不是死人 北英书淤了口气 指了指着追上来的怪人说道 此人来到太初界 不分青红皂白 就直接杀了数名混员修士 然后又涂露了太初界 亿万无辜之人 狄九听到这里 眼里立即就出现了杀气 他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毫无目的 随意滥杀无辜之辈 这种人 在狄九眼里 是最恶心的 我去阻止他 哪知道这王八 实力惊人的可怕 我连一招都没有撑过 就被重创了 若不是我还有一招顿数 恐怕早就被这王八干掉 北英书愤怒不已 他之前是没有机会 表达自己的愤怒 现在狄九在这里 他总算是可以将自己的愤怒 说给狄九听听 无缘无故 屠戮太初界亿万人口 他只恨自己的实力太差 不能干掉对方 同时他也很是庆幸自己 没有去玄黄天外天 若是去了玄黄天外天 那真的是害人害己 狄九一张手 天缩刀就出现在手中 同一时间 一道道法则正奇 被他勾勒出来 北英书明显是 河道后期甚至圆满了 北英书的实力 本来就比他平常见到的河道 要强大太多 就算是这样 北英书依然不是 眼前这怪人的一招之敌 眼前这个怪人 很有可能是真的跨入了第三步 还不是一般的第三步 你一个混元修士 也想要和我动手 怪人竟然看出来了 狄九的真正实力 有些讶异地问了一句 狄九手中的天缩刀 发出一声清明 随即平静说道 报个明吧 我也知道 我天缩刀下杀的恶棍 到底是谁 我叫翁行 你恐怕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叫翁行的怪人 说话居然很是缓和 没有半点剑把弩张的意思 见狄九没有半点表情 翁行继续说道 对了 我修炼的功法 叫着大灾难术 我师父叫着殷飞 这个名字 你应该也没有听说过 不过 我说灾难道君 也许你听说过 灾难道君 狄九和北英书面面相去 他们还是没有听说过 翁行看了口气说道 唉 果然是长时间没出来了 都有人忘记我师徒了 既然如此 我也懒得多说了 说话间 翁行一步跨向狄九 狄九瞬息 就感受到周围空间的规则 变了 原本虚空规则 第一时间垮塌虚无 然后一种恐怖的衰弱气息席卷过来 这衰弱气息 不但是衰弱领域 神源 神念 甚至连意志都开始衰弱 第八五三章五衰大神通 北英书更是无法和狄九相比 他本来就受伤未愈 此刻这种恐怖的宇宙衰弱道运席卷过来 他不仅仅是一切都在衰弱 甚至肉身都要崩溃 但狄九在这里 哪怕他的肉身衰弱了 他也不会逃走 交出七卷天书的佛卷 我放你一次 旺行语期显得很是弹幕 就好像他的神通碾压狄和北英书很正常 如果不碾压才是怪事 狄九呵呵一笑 也是一步跨前 天梭刀跟着一刀劈了出去 你太爷之所以让你先动手 是想要看看 你这个大灾难树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现在看来也不过区区如此啊 连你太爷的半根豪猫都挂不掉 天梭刀卷起一片刀幕 在这瞬间 北英书就感觉到周围的虚空变得正常了 那几乎要让他肉身崩溃的衰弱道运气息迅速消失 北英书呆呆地 看着虚空中卷起的那一片刀幕 有些愣神 他之所以寻找狄九帮忙 是因为知道狄九很强 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远远没有了解狄九 狄九比他想象的还要强 咔嚓 梦刑就好像听见了自己的神通法则出现了裂痕 这简直就是太滑稽了 大灾难树是一代无上强者命运道君的神通 若是说这种神通法则会被别人一刀劈开 打死他梦刑 他也不会相信啊 就算是有这种可能 也绝对不会是现在 而是宇宙大动乱时期 而他刚才施展的五衰大神通 就是从大灾难树中衍生出来的 可现在事实摆在了他的面前 对方这一刀是真的撕裂了他的神通法则 梦刑哪里还敢继续装逼一样的抬手抓狄九 他疯狂后退 同一时间已经祭出了自己的五衰尺 然后五衰尺化为五道斑驳的道运撕裂出去 碰 梦刑的身形被虚空的领域挡住 跟着天梭刀 那带着死亡气息的刀芒就席卷过来 哄 经验丰富的梦刑救了他一次 让他避免了受伤的下场 五衰尺已经撕开了敌九的领域 让梦刑及时摆脱敌九的天梭刀刀势 落在了沙士之外 然后呆滞地看着敌九 这是哪里来的家伙 为何如此强大 这种实力 不要说现在 就算是在开天时期 也是强者一个 不错呀 掌手指 打架的本事很了不起 居然比你太阳还要丰丰 既然如此 那在吃老子一刀 敌九见自己必定让梦刑受伤的一刀 居然没有奏效 心里很是不爽 天梭刀又一次卷起了一片青芒 住手 你没有见识过 我的大灾难术 为何可以施展 烈则神通一刀 撕裂我的五衰大神通法则 梦刑盯着敌九 一副 好学求知的模样 他很清楚 敌九施展的是烈则 刀到神通 但任何烈则刀到神通 都必须要捕捉到对方的神通法则 而他的大灾难术 不知道多少时间都 没有出现在浩瀚宇宙之中了 他梦刑出来的时候 早就调查过这件事 现在多久 没有出现的大灾难术 分支神通 被眼前这个青年一刀给破去了 这也就罢了 之前对方没有出刀的时候 他的五衰大神通 居然没有腐蚀掉对方的肉身 要知道 在他施展五衰大神通的时候 眼前这个青年 早就被五衰大神通邪裹住 神通道则 早已侵蚀了对方 才是啊 想知道吗 敌九呵呵说道 梦刑点点头 想知道 既然想知道 那就在吃你太爷一刀 敌九几乎是在说话的前一刻 天梭刀就已经是锁住了梦刑 劈了 下去 一切距离和时间 都在这一刀之间消失 这一刀下去 空间都顿着住了 梦刑似乎被这一刀震住 呆滞地看着刀芒席卷落 他似乎在那刀芒之中 看见了自己的流逝岁月 这是意境神通 不对 这不是意境神通 这是时间法则神通 梦刑想到这里的时候 那一刀已经从他的眉心劈落 人生天地之间 犹如白鞠过戏 他很想挡住这一道刀芒 可是那时间居然生生地顿着住 让他无法出耻 一刀鸿芒 炸裂 梦刑在这瞬息清醒 虚空之中的时间也变得生动起来 跟着他的五衰尺忽然消失不见 咔嚓 天梭刀居然在梦刑的眉心深处被挡住 狂暴的神员激荡出来 将梦刑眉心炸出了一个血洞 敌酒清晰地看见 那五衰尺一闪而逝 随即没入了梦刑的眉心深处 借助五衰尺的抵挡 梦刑落在了百丈之外 他惊恐地盯着敌酒 南南说道 好强大的时间神通 敌酒微微皱眉 如果他的时间神通很强大的话 那刚才梦刑就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走 早已被他一刀撕开 而事实上 他的时间神通有破绽 在他天梭刀撕开梦刑眉心的瞬间 梦刑已经破去了他的时间神通 并且在石海中驱动了五衰尺 由那外的挡住了他的天梭刀 虽然此刻梦刑的眉心是一个巨大的血洞 但是梦刑已经保住了自己的小面 而且石海只是受了一些伤而已 神通还凑合 你想要追杀我的朋友 那就再吃我一刀 敌酒说完 天梭刀再次卷向了梦刑 梦刑知道了敌酒的强大 哪里还会继续和敌酒动手 他身形微微移动 直接从虚空之下消失不见 敌酒抓出一个玉瓶 丢给北英书说道 老北 你去天外天等我 这个家伙 我不杀 心里突然的很是不舒服 我去杀了这个王八 说话间 敌酒身形一展 消失在了梦刑离开的方向 梦刑给他的威胁 实在是太可怕了 别看他刚才躲避的轻松 事实上 刚才那武帅大神通 简直可以轻松 碾杀一个星球的生命 这种神通比瘟疫都可怕 他是肉身超越了圣体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早已被对方的神通灭掉 一旦梦刑找到他的根脚 无论是去盗戒 还是去玄黄天外天动手 那都是可怕的灾难 而且他 必须要尽快杀掉梦刑 梦刑的实力 绝对没有跨入第三步 都已经如此可怕 一旦梦刑的实力 跨入了第三步 他还没有合到的话 那真危险了 还有一点 就是他刚才一刀穿了梦刑 只要跟着那一刀的印记 去追梦刑 迟早可以抓到对方 若是等对方疗伤好了 他再想伤害对方 那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看见敌九追杀梦刑离开 北英书叹了口气 他觉得自己就算是恢复了 全部实力 比起敌九或者是梦刑来 差的也不是一个档次 这梦刑就如此可怕了 那梦刑的师父 灾难道君 又是多么可怕 好在北英书毅力惊人 当年他被困在道君谷 这么多年也挺过来了 现在居然被区区一个梦刑吓住 那不是他北英书的本性 况且 就算是那梦刑和他师父 灾难道君再厉害 又如何 敌九兄弟 一样不是尼捏的 他北英书好歹当初也是一介道君 再弱 也不至于丧失斗志 想到这里 北英书正做精神 冲向了玄黄天外天 他准备在玄黄天外天疗伤 然后跨入第三步 同时也要等第九回来 第八五四章 望山酒店 望行速度极快 几乎是一个念头间 已经是在十数万里之外 只是他第一次 盾数神通施展 完毕后就呆滞住了 因为他的神念 已经看见了敌九 敌九居然还在他前方 敌九这种盾数 完全不能称之为盾数了 甚至可以说是虚空大挪移 望行几乎是想都没有想 直接激发了手腕上的盾服 下一刻 他再次消失不见 他肯定 只要有半点犹豫 他就死定了 敌九还没有锁定望行 就知道 又被望行逃了 不过 就算是望行有盾服 也别想从他的规则 盾数下盾走 不得不说 望行的这个盾服 实在是厉害 敌九怀疑 这个盾服再盾远一点的话 他甚至感应不到 自己天梭刀的刀痕印记了 敌九将规则盾数 施展到了极致 哪怕每盾一次 他就对自己的刀痕印记 感受更清晰一些 但他依然觉得 这个距离太远 此刻的望行 却停了下来 这种盾服 他也只有一枚 敌九的盾数 让他感觉到可怕 他还从未见过 如此可怕的盾数 如果他不用盾服的话 敌九的盾数 给他一种感觉 那就是 无论他盾出多远 敌九的盾数 依然是可以轻松 落在他的前面 虽然浪费了一张盾服 但望行并不会后悔 敌九不但盾数可怕 而且还有实力干掉他 他想要碾压敌九 就必须跨入第三步 在跨入第三步之前 他更是要将自己 伤口上敌九的刀式 倒运划去 否则的话 就算是他再有一百张 这样的盾服 怕也是无法逃出 敌九的毒手 望行抬手 就打出了数百阵棋 布置了一个 简单的防御护阵后 立即开始练化 自己伤势上的 刀式倒运痕迹 只是一两个月时间过去 望行就有些心烦意造起来 敌九在他眉心的这一刀 太强 他想要彻底将化去 刀式倒运痕迹 没有数百年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 而数百年时间 敌九怕是 可以找到他数百次了 望行刚刚想到这里 就惊骇地 看着远处的虚空 下一刻他脸色 刷得一下苍白起来 跟着他想都没有想 回一身就冲进了 一道残破的阵门之中 在望行冲进 那残破阵门的同时 敌九落在了 望行疗伤的地方 他没有继续追进去 在那残破的阵门外面 有几个血淋淋的大字 望山禁地 在这望山禁地外围 到处都是残破的墙壁 和一些不知道废弃了 多久的街道 敌九走了过去 弯下腰在地上捡起一块 有些斑驳不堪的招牌 招牌上写着四个字 虽然被岁月斑驳的 只有隐约的痕迹 敌九依然认出了这四个字 望山酒楼 敌九皱着眉头 从他手中 这四个斑驳不堪的 酒楼招牌上 敌九似乎看见了 这里曾经的热闹和和繁华 而现在 这里只有残破和斑驳 还有一种随着岁月 渐渐流逝的沧桑 敌九的目光 从手中的招牌上 落在了那个残破的阵门之中 刚才他看见 温行进入那个残破阵门的 这个残破阵门外面 写着望山禁地 可见这个地方 不是什么善地 温行虽然没有跨入第三步 实力绝对是非同小可 这种人 宁可在外面疗伤 都不愿意进入望山禁地 可见这个禁地 还真的不简单 可以想象 若不是他追的 急 温行疗伤完了后 会第一时间从这里离开 而不是进入望山禁地 敌九犹豫了好一会 他开始在望山禁地的护镇 外围布置困镇 他不知道这个禁地里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他现在不能进去 因为他对这个禁地一无所知 他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救秀琪 第二件事 就是推演开天 真言神通 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合道 那他就必须要通过别的手段 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手中现在有开天笔 还有什么比开天真言 提升实力更快的 布置困镇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不要让梦行 趁他不注意 从禁地里面出来 逃走了 敌九猜测这个禁地进去后 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万事 都是小心一点 为好 困镇布置好 敌九将自己炼制的 一件极品神器洞斧寄出来 直接化为一个实实在在的 巨大洞斧 挡住了望山禁地的残破阵门 做完这些 敌九犹豫了一下 也懒得去弄洞斧的牌子 就直接将那个残破的 望山酒楼牌子 修复了一下 挂在了自己的洞斧外面 这样做不是恶趣味 而是让闪电守住自己的洞斧 一旦有知道望山酒楼的修饰 来到这里 立即就让闪电接待 只要知道望山酒楼的修饰 都必须要说一说望山酒楼的来历 还有就是 这个地方 为什么叫着望山禁地 敌九进入洞府深处 旧绣旗的时候 闪电很是满意 他现在算是五级神兽 一般的修饰 来了 他只要一巴掌就拍死 更何况 现在还能在望山酒楼当一个老板 想让客人进来喝酒 就进来喝酒 想让客人滚就让客人滚 这比待在第九世界里面有句多了 第九世界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 可惜的是 一天到晚 里面实在是太寂寞无聊 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更别说 遇见有趣的事情 进入洞府深处后 敌九第一时间 就来到了第九世界中 秀奇是神魂被燃烧了 哪怕他及时找到了秀奇 甚至用宇宙真髓 保住了秀奇的生机凝聚 但秀奇的神魂 依然是没有办法修复 现在他得到了唯一的一枚两戒果 可不敢这样随随便便地糟蹋掉 在这外面就秀奇 万一被人打搅了 就算是杀了打搅的人 也无济于事 敌九小心地将两戒果 放在秀奇的口中 两戒果入口 即化为无数清零道运气息 滋润了农秀奇的残破神魂和身体 敌九紧张地盯着农秀奇 很快他就激动起来 他清晰地感受到 农秀奇的神魂在凝聚壮大 虽然这种壮大很是缓慢 可却没有半点顿治 两戒果的道运气息 没有半点散意 敌九心里甚至有些庆幸 他幸好得到的是两戒果 如果是两戒花的话 还真不一定能救秀奇 敌九估摸了一下 秀奇恢复过来 应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不是因为太过紧迫 敌九宁可在这里 看着秀奇恢复 现在敌九知道他没有那个时间 秀奇在第九世界中 只要他敌九不陨落 那是绝对安然无恙 离开第九世界 敌九第一时间 就是拿出了开天笔 开天笔的一切混杂道运 都被他剥离 现在他只要继续练化就可以 时间流逝 敌九在洞府中练化开天笔 秀奇在第九世界中 恢复神魂 而闪电则是在守着望山酒楼 最初的时候 闪电还觉得很是新鲜 仅仅是一个多月过去 闪电就觉得无聊起来 这里不要说来一个人 就是一个鬼影子都没有 之前他还准备拿出星空茶 和顶级倒酒嘚瑟一下的 现在这里都不爱客人 他嘚瑟什么东西 这天百无聊来的闪电 坐在店门口 看起来就是一副 安坐待毙的颓废模样 一个沙哑的声音 却突兀叫醒了他 请问你是这里的老板 第八五章 望山禁地的由来 闪电早已一跃而起 一对漂亮的翅膀 也闪动了一下 这才大咧咧走到来人的面前 上下打量着 那眼光就好像 在看一件货物一般 足足看了数分钟时间 闪电这才咳嗽了一声 用缓慢到极致的语调说道 你说对了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你叫什么名字 来这里做什么的 事实上闪电看了好半天 他自己都不知道看什么 只知道来这里的家伙 是一个看起来 很是漂亮的锦衣难修 仅此而已 这锦衣难修 似乎并不在意闪电的访问 依然是带着笑意说道 我叫锦西花 想要住店 不知道行不行 闪电坐了下来 身体往后依靠 学着敌酒说话的方式说道 我们这个酒楼 可不是什么人想住就住的 现在里面住了几个人 都是宇宙间第一等的强者 咦 你受伤了 原来你是要来我这里避难 闪电说话的时候 已经看见了锦西花的伤势 在她的腰部有血迹 肾出 锦西花的修为 在闪电眼里 似乎不低 好像不止混圆镜 这样一个修为高的家伙 受了伤 也无法自己疗伤 可见这伤势很不简单啊 锦西花依然是没有半点局促 笑盈盈地说道 是受了点小伤 所以想要找个地方疗伤 若是你同意的话 我想要借助几天 若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换地方了 当然 若是你担心我的 仇人 不借地方让我疗伤 我也表示理解 闪电呵呵一下 说一下吧 你的仇人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和你打起来 闪电长时间都找不人聊天 弹性马上就浓了起来 锦西花对她用激将法 算是对鸟弹琴 锦西花耐心似乎非常好 她缓声说道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 要不我慢慢和你说 不对 闪电又是一跃而起 好你个狡猾的家伙 差点让你太爷 不 是差点让你 二太爷被骂 说说看吧 你对望山禁地知道多少 全部说出来 知道的越多越好 听到锦西花说说起来话长 闪电这才反应过来 太爷是让她打听望山禁地的事情 可不是让她在这里八卦的 若是说了半天 太爷出来了 知道她啥事都没干 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 据太爷说了 当年有一个叫树地的 对了 还有一个叫黑火的 因为做事不利索 被太爷丢到低级界面 自生自灭去了 她闪电可不能重蹈覆辙 锦西花饿了一声 看着闪电问道 那老板 你是让我说我受伤的经过呢 还是让我说望山禁地呢 我的力气 估计只能说一个 说了后 我就必须要休息了 若是不休息的话 我的伤势恶化 恐怕会一命呜呼 闪电摆摆手 直接说望山禁地 我保证 你不会一命呜呼的 说完了 我就让你休息 至于别的事情 你休息好了 再来和二太爷说说 你说的好听 本会你二太爷赏你喝一杯茶 锦西花一抱拳 并没有将闪电说 赏一杯茶的事情放在心上 而是说道 望山禁地本来并不存在的 当年造化大战之前 这里是嘉亮山范围 造化大战开启后 嘉亮山出现了大面积的坍塌 加上无数爵士强者 在这里混战 嘉亮山被轰得乱七八糟 虽然嘉亮山还在 却已经不复当初的态势了 不错 不错 好听 闪电一边赞扬锦西花 一边主动为锦西花 倒了一杯茶 事实上 锦西花对闪电的茶 根本就没有在意 可是那茶一泡开 那种空宁的星空道运 气息散一开来 哪怕还没有喝 心头已经是一片空灵 锦西花惊意不已地 看着面前的这一杯茶 有些忍不住地 将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更为宁静的气息 被他捕捉到 这一刻 他似乎处身于 那没有任何喧嚣的 安宁世界之中 他感受到了 修炼以来的最平静一刻 锦西花忍不住再喝了一口 那一种盗韵气息 就算是他不去捕捉 已经出现在他的意念之中 不仅如此 那茶中还蕴含着 淡淡的生机气息 这种生机 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他忍不住叹道 茶中有星空 人静宇宙中 好茶 真的是好茶 仅仅是两口茶 他甚至感受到 自己伤口的盗韵撕裂痛楚 都弱了不少 虽然无法止住 那盗韵斑驳的伤势 却让他心情安静下来 闪电故作不懈地说道 这算是什么好茶 我平常喝的 都是比这好一万倍的茶 这个茶勉勉强强 来接待一些寻常的客人罢了 锦西花再次一抱拳 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茶 是谁能炼制出来 这种茶 对闪电说的 有比这茶好一万倍的茶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他绝对不相信 还有比这好一万倍的茶 他跟闪电说了几句话 就知道 这会有些不大靠谱 只是到现在为止 主人不出来 他也不好强行要求主人出现 能在这个地方开酒楼的 岂能是寻常之辈 闪电黑黑一笑 带着一种纸叫的口吻说道 虽然这茶 我是天天喝 一边喝一边扔 但对你来说 倒也是喝不起的 教你一下吧 这茶叫着星空茶 至于是谁炼制的 你的资格不够 问 好了 继续说你的故事吧 是 锦西花语气中少了几分随意 造化大战的时候 听说开启了造化之门 无数的强者 都进入了造化之门中 至于造化之门里面 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 等大战过去 造化之门关闭 这里 依然有很多修饰莫名而来 他们来这里 有几个目的 感悟各种大战道运之外 还有就是想要寻找一些 遗失的顶级法宝 或者是了解一些 什么是造化之战 那什么是造化之战 闪电忍不住问了出来 锦西花手一摊 我也不知道 闪电很是不屑地哼了一声 那就说 你知道的 后来来的人多了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临时方式 形成方式后 人越来越多 这里也越来越热闹 那个时候 只要说寻找好东西 都必定是来望山 那为何会变成这样 闪电也有些好奇起来 锦西花还是摇了摇头 这不知道 只知道 后来望山方式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规则突兀混乱起来 修为差一些的 直接被绞杀 修为强一点的 也抵挡不了多久 听说当时在望山方式的修饰 能逃出来的寥寥无几 在后来 望山开始 坍塌掉了 这里渐渐没有修饰敢来 因为任何修饰一来 这里 就会被卷入 混乱规则空间之中 再也没有出来的可能性 因为这里的可怕 少有修饰来了 没有 修饰来以后 这片规则混乱的地方 反而形成了一个天然静止 这个静止可以进去 却从未见过 有人出来 有强者来这里 干脆在外面 竖了一个望山禁地的 牌子 以警示后人 闪电可不是白痴 他听到这里 不怀好意地看着锦西花 你逃到这里来 说不定是打算 逃入望山禁地的 看样子 你得罪的人来头不小啊 第八五六章 生意做大了 锦西花点点头 是的 这次我得罪的家伙 的确是有些厉害 我之前已经说了 如果你这里担心的话 我立即就走 绝不连累你 说完 锦西花平静地看着闪电 他之所以说这个话 是因为猜测 能在这里开个酒楼的人 岂能简单 若是因为害怕 就将客人赶走 肯定不会在这里开酒楼 他这样想 那是因为不知道 敌酒开酒楼的目的 闪电奔了一声 我们酒楼害怕谁 锦西花听了 心里一喜 只是随即闪电 就再次说道 只是我们这里的住宿费 可不便宜 最上等的房间 需要一条极品神灵麦 对了 住一年吧 锦西花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虽然富有 可也没有富有到 拿出一条极品神灵麦 住一年的程度 住不起最好的 可以住差一点的房间 不过 我可和你说啊 差一旦的房间 保护措施 就没有那么好了 闪电老神在在地说道 似乎看准了 他不敢离开这里 他咬了咬牙说道 我有比极品神灵麦 更好的东西 不过 我需要住五十年 呵呵 闪电呵呵了一下 连话都懒得说了 闪电呵呵 是跟敌酒学的 锦西花倒也是 听出来了一些不屑的意思 他又是一抱全说道 我有五行混沌之气 若是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拿出来 闪电的眼睛 立即就明亮起来 他比谁都清楚 五行混沌之气的珍贵 老大有混沌之气 那都是无属性的 还有极英混沌之气 可这五行混沌之气 他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看样子 他之前呵呵讥讽 这个小白脸 倒是有些不对 成交了 让你住五十年 东西拿来 闪电 毫不犹豫地说道 锦西花倒是没有半点犹豫 抓出五个玉瓶说道 这五行混沌之气 被我用禁止锁住 放在五个玉瓶当中 你一定要小心 这东西一不小心 就会散意出去 引来别人觊规 他是在提醒闪电 自己不要随便打开他的禁止 同时也是在隐晦地告诉闪电 应该将这件事告诉他的主人 你放心好了 我比谁都小心 闪电 完全没有听出来 锦西花的言外之意 一把就将 锦西花的五个玉瓶抓过来 恨不得立即就打开看看 锦西花叹了口气 没有再啰嗦 这五行混沌之气 还是当年他在五行星上得到的 或者说 当时他之所以能得到五行混沌之气 还是因为沾了别人的光 看见闪电 将五行混沌之气收起来 锦西花只好主动询问了一句 老板 请问我住的洞府在哪里 闪电嘿嘿一笑 一挥手爪说道 你跟随我出来 锦西花疑惑地跟着闪电 走到外面的院子 闪电又是一挥 一个很大的洞府 就出现在主洞府旁边 闪电指了指这个 刚刚被他抓出来的洞府说道 你的洞府就是这个 怎么样 合算吧 人家住店只是一个房间 我给你一个洞府 锦西花无语地看着闪电 老板 我是要住店 住酒楼里面 而不是住在外面 闪电一摆 我知道你的担心 来我望山酒楼 你屁都不用担心 这附近都是我的护震 谁敢来这里撒野 二太爷掐死他 说话间 闪电又丢出树莓震旗 一个巨大的护震展开 将闪电刚才布置下去的洞府 护在其中 你看看 这个护震谁敢动 再说了 我给你的洞府 可是上品神器洞府 有几个人 有上品神器洞府的 你就偷着笑吧 算了 再送你一些星空茶 跟着闪电 又丢出了一个 玉盒给锦西花 锦西花倒是有些欣喜起来 这星空茶他可是爱极了 事实上 在看见闪电激发的护震后 他已经同意住在那个上品神器 洞府中了 这个护震 绝对是一个七级以上的神镇 一个七级以上的神镇 绝非一般修饰 可以布置起来的 他住进去 有人攻击这护震 酒楼里面的主人 肯定不会袖手 那就多谢老板了 还没有请教老板 如何称呼 锦西花 没有继续就洞府的事情废话 你叫我二太爷就行了 闪电大咧咧的说道 赶紧去疗伤吧 来到我们望山酒楼 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我望山酒楼开了这么多年 凭借的就是好招牌和好信誉 那就多谢老板了 锦西花心里讥讽了一句 还老招牌 连望山禁地都不知道 是怎么来的 老招牌个屁 锦西花进入洞府 开始闭关疗伤 闪电 忍不住又拿出了五个玉瓶 五个玉瓶把玩了好一会 心里实在是忍不住 想要将玉瓶打开 好在他最终 还是忍住了自己的念头 这玉瓶一打开 他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让五行混沌之气不外意 一旦五行混沌 气息外意 引来了强者 那可就不好了 倒不是他害怕 而是担心打搅了 太爷的闭关修炼 一旦太爷闭关 被他打搅 出来说不定真的会拔他的皮 锦西花的 倒来似乎带来了客源一般 仅仅几天过去 又来了客人 这次来的客人是一男一女 他们并不是住酒楼 而是喝茶 当这两名客人 按照闪电的要求 解说了一些望山禁地的来历后 闪电骚包的 立即就让这一男一女经住了 这是什么茶 可以清净心灵 甚至还有部分清除单独的效果 哪怕两人本来不打算住店 也因为这种星空茶 让闪电给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不过敌酒不在 闪电又多了一项要求 那就是住店的客人 每天除了交纳神经之外 还要说一些星空中有趣的事情 说白了 就是陪着闪电聊天 因为这一男一女住在这里 星空茶的名声 很快就传了出去 来望山酒楼的修饰 也是越来越多 短短一年时间 敌酒的护镇中 救助了至少二十多名 慕名而来的星空修士 闪电早有了经验 早就加了一排中品神奇洞府 这些洞府可不能 和锦细花的洞府相比 甚至还在 敌酒布置的护镇之外 因为人越来越多 闪电又在外围 自己加了一个护镇而已 敌酒布置的护镇 是八级神镇 闪电布置的 可只有一级神镇了 想要住店的 都是讲解望山禁地来历 讲解造花大战的起因结果 讲解家亮山 无论是什么人来这里 无论说多少遍 这些人也知道 闪电喜欢听这些东西 只要说的好听的 他就少要神经 有一个老者 因为说的是 别人都不知道的望山禁地密室 闪电甚至帮这个老者 免掉了住宿费 这些人每天起来 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闪电喝茶 因为望山酒楼 有星空茶免费供应 最初的时候 闪电是每天一片 茶叶泡一大壶 每人都是倒一杯 但是大半年过去后 闪电觉得这样不行了 敌酒给他的星空茶 总共也不过几百片而已 他索性用十片泡一大缸 然后加上一些稻谷 发酵 同时也不再免费了 而是收神经 哪怕叫他二太爷 也不能免费 就算是这样 来往山酒楼的修饰 依然是越来越多 第八五七章 仇人找来了 一只朴实乌华的毛笔 出现在敌酒的石海中 在朴实乌华之后 是无穷无尽的宇宙文明 道运信息 敌酒欣喜不已 他终于炼化了开天笔 从现在开始 就算是 他将开天笔 放在商会爵手中 商会爵也抢不走 他的开天笔 除非商会爵也有 类似于第九世界 这样的宝物 可以隔绝他的神念 意志 敌酒一张手 开天笔出现在他的手中 随即开天笔 在虚空挥出了一道道道运 一个巨大的生字 出现在虚空之中 尽管敌酒收敛了这个 生字外的一切道运气息 这个字 依然是气势磅礴 似乎随时都可以 随着敌酒的意念 碾压虚空的一切 这个宇宙中 我让你生 你才能生 这一个字 似乎就可以 让敌酒掌控着 这一方宇宙虚空 果然开天真言 还是需要开天笔来书写 敌酒笔风一转 生字道运忽然转淡 随即一种淡淡的死意 萦绕在虚空之 虚空 还是那个虚空 规则 还是那个规则 但死却碾压了一切 一个巨大的死字 横跟在虚空之中 一切都由生转死 死字道运 掌控了这一方规则 生和死 只有一线之隔 只是开天笔 笔风转换之间而已 这个世界 我让你死 你必须死 开天笔再次卷起一片道运 只是一个 十字敌酒 只是书写了一横 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道运顿志 随后溃散在虚空之中 啪 敌酒手一转 开天笔落回手中 一切死亡道运消失不见 他已经非常满意了 刚刚炼化开天笔 就已经可以书写生死 哪怕敌酒知道 这是因为 和他的轮回桥有关系 他心里也是 欣喜不已 可惜没有跨入第三步 就算是这样 第三步 尽管来吧 有了开天笔 就意味着他 多了一道底气 敌酒的 神念落在第九世界上 随即他惊喜不已的发现 农秀奇的神魂 愈发壮大了 可以肯定 只要这样下去 最多只要数年时间 农秀奇的意识 就会回归 这让敌酒 大为振奋 神通 有城 秀奇有教 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河道的事情 只要河道成功 敌酒刚刚想到这里 立即就皱起了眉头 他看见自己居住的地方 到处都是 修饰 不但如此 这里甚至形成了方式 店铺也多了不少 神念初扫了一下 至少有上万人在这里 一个荒芜的望山禁地 什么时候来这么多人了 至少看起来 很是热闹的样子 随即他就看了闪电 闪电 迈着大压布 在那简单的方式 一条街上走着 似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每一个人 都客气地和他打招呼 可见他在这里混得不差 倒是他的酒楼 火机 已经换了一个 刚刚速到的小修 敌酒抚了抚额头 这家伙 果然是和树地 有类似的钳制 给一点阳光 就灿烂起来了 事实上望山禁地 发展成正模样 就算是闪电 也想不到 最初吸引散修来这里的 都是他的星空茶 到了后面 星空茶不够了 闪电就加一枚倒果 然后泡一大缸 虽然这样效果减弱 好在有倒果在其中 倒也还算是受欢迎 但是随着人越来越多 闪电再也供应不起星空茶 连假的星空茶也供应不起 他只能弄一些 烂于冲树的茶来代替 让闪电也没有想到的是 哪怕他用的一般的茶 来这里喝茶的修饰 依然是越来越多 很多修饰来这里 已经不再是为了星空茶了 而是为了和大家聊一聊 星空宇宙中的趣事 在这一方虚空之中 还真的没有一个好的方式 或者是虚空修饰成 望山禁地外面的望山酒楼 将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到这里 然后大家各取所需 甚至进行一些交易 也有一些是躲避仇家 或者是寻找信息等 时间久了 来的人多了 自然而然的 就将这里当成了一个聚集方式 现在这里不但是有望山酒楼 还有一些别的单楼 七楼 甚至是西楼 也都渐渐出现 因为迪九在望山酒楼 置入了几条极品神灵脉 所以这些外来的修饰 都是围绕着望山酒楼 建立新的洞府 或者是店铺 对这些店铺和酒楼 为什么会出现在望山禁地外围 迪九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望山禁地里面 到底能不能进去 就在迪九刚刚想要出去 询问一下闪电 关于望山禁地的事情 打听得怎么样了 一个巨大的脚印 这个招牌能经历这么多年都不损坏 自然是不简单 但这一脚 直接将这个招牌 踹成了碎片 哪里来的畜生 敢动我望山酒楼的招牌 活得不耐烦 闪电已是一闪身就冲了回来 一只爪子 就找向了踹坏招牌的这名修士 闪电来历非同一般 他的爪子和寻常的鸟不同 是有七指 敌九没有动 他很想知道 闪电是如何处理这件事 闪电这一爪抓了出去 整个空间立即就被一种 狂暴的气息笼罩住 似乎在这一抓之下 一切都会被吞噬掉 就是敌九 心里也是震撼不已 他还从不知道 闪电还有这样强大的手段 同时 他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闪电的爪子 要有七指了 七指抓起来 立即笼罩住空间中 一切的盗运规则 这绝对是一种天赋神通 那一脚踹坏望山酒楼招牌的家伙 身材高大 满脸煞气 身上带着一种远古浩瀚的盗运气息 这种气息 敌九见识的多了 当初 他落在狮道界中 都是这种气息的家伙 只是比起狮道界那些 生机薄弱的修饰来 眼前这个身材高大 满脸煞气的修饰 生机旺盛 往那里一站就有一种无形的威势 似乎可以撕裂天地间的一切事物 这家伙绝对是一个巅峰强者 敌九心里暗里 闪电绝对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这家伙就算是他来对付 也够呛 什么时候 一方宇宙出现了这样一个强者 敌九吸了口气 刀劈了过去 哄 让敌九惊讶的是 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没有寄出法宝 反而是一拳轰向了闪电的爪子 碰 咔嚓 沉闷的声响传来 闪电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道飞出去 显然 刚才那一下 他的爪子就被轰断裂了 那被闪电束缚住天地规则的空间 也就此消失不见 倒是那名身材高大的家伙 惊异不已地看着闪电 咦 居然是昆蓬后裔 这一刻 他也不敢随便 轻举妄动了 闪电不足为虑 可是能养得起 闪电这种受宠的人 岂能简单 老头 你死定了 我太爷出来 不将你皮疤了 你二太爷就喝你的洗脚水 闪电恼羞成怒 抓出一道御符就射了出去 就算是闪电不射御符 敌九也知道 闪电吃了大亏 这次还是没有等到敌九出去 又是一个听起来平淡无波的声音 传来 你要找的人是我 何必拿别人的店铺出气 锦西花 不错呀 能逃这么多年 可惜 还是被本军找到了 本军今天 就看你还能往哪里去 一拳轰飞闪电的南修 看见锦西花过来 毫不犹豫地锁住了 锦西花逃走的空间 第八五八章 开天真言对荒谷指 敌九一看就知道 锦西花不是对方的对手 锦西花看起来不到何道后期 不仅如此 受伤都没有痊愈 怎么和这个家伙打 不等 两人打起来 敌九已经走了出来 太爷 这王八一来就将我们的酒楼 招牌底踹了 然后我和他说脸 他不闻不问 就将我打成重伤 看见敌九出来 闪电 立即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告状 此刻所有的人目光 都落在了敌九身上 不但是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就是其余来看热闹的修士 也都将目光落在敌九身上 别看闪电在这一方区域 耀武扬威 看起来 每个人都尊敬闪电 事实上 除了这里有一个八级神户阵之外 更重要的 就是那个闪电口中的太爷 也就是望山酒楼背后的东甲 能在望山禁地开酒楼 都是很多 却没有一个人 真正见过这个背后的强者 现在敌九出来了 自然是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所有的人都想知道 这个背后的太爷 到底有多太爷 最注意敌九的 是锦西花 锦西花 看见敌九后 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他之所以 花了珍贵的五行混沌之气 躲在这里来 可不是他的混沌之气 躲 而是因为 有人敢在这里开店 甚至还有八级神户阵 这人绝对不是寻常人 他你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寻求庇护的 现在看来 他似乎看错了 根据敌九深舟的道运波动 绝对不会超过混沌 甚至可能还是道运 休士 难怪敌九这么长时间不出来 仅仅是让闪电在外面撑着 而是因为实力太弱了 至于现在 敌九是躲无可躲 这才不得已出来 人家都要拆他的店了 他 能不出来吗 你是这里的掌柜 身材高的男子 目光落在敌九身上 语气淡淡地说道 事实上 他心里一样失望 敢在这里开店 甚至还布置了一个 等级不低的神户阵 他还以为是什么高人来着 弄了半天 不过是个小小的混员楼一巴了 敌九淡淡说道 我得罪过你吗 或者是我欠了你的神经 还是盗丹 还是我抢了你的洞府 没有 身材高大的男子 很是干脆地说道 如果敌九是个让他忌惮的强者 他或者还会说 你包庇了我的仇人 让我的仇人 躲在你的店里住店 现在 敌九如此修为 他连这解释也懒得解释了 敌九点点头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说完这句话 敌九的天梭刀 已经是一刀劈了出去 同时领域没有半点 遮挡地轰了出去 咔嚓 这高大男子就感觉到 自己的领域寸寸碎裂 随即一种死亡的气息 笼罩过来 这怎么可能 对方明明是一个 小小的混员蝼蚁而已 为何领域可以撕裂他的领域 哪怕他没有出权力 他好歹也是一个 河道圆满强者 曾经更是一个 跨入第三步的绝世强者 他的第三步 和一般修饰的 第三步可完全不同 他是真正感悟自己自身到狱 然后跨入的第三步 可以说 这种第三步 已经算是第三步修饰中 强者的强者 高大男子仓促之下 哪里还能顾得上别的 几乎聚集了全身的力量 一指轰了出去 咔嚓 敌九的领域 在这一指之下 瞬息碎裂 这一刻 敌九就感觉到 整个宇宙都在这一指之下 就连他的裂则神通 在这一指之下 也找不到了任何规则痕迹 找不到天地规则痕迹 他的裂则刀 在这一刻撕裂了规则 撕裂了宇宙 撕裂了一切生命气息 自从跨入第二步后 敌九是第一次感受到 死亡如此尽 敌九的天梭刀道运 突地顿中 一只巨笔 忽然出现在虚空之中 巨笔挥洒出一片片道运 这些道运在虚空飞翔 就好像有生命一般 瞬息就挥舞成了一个巨大的死字 日月不相待 念间接允王 这宇宙间 我让你死 你必须要死 轰轰轰 狂暴的道运神源 撞击在一起 哪怕敌九的洞斧 是极品神器 也被轰得四分五裂 远处看热闹的修饰 被这种狂暴的神源激荡 扫中 修为弱一点的 几乎被轰去了半边身体 身体就算是强一些的 也被直接轰飞出去 碰 那几乎撕裂宇宙的意志 轰在了敌九的死字上 死字道运 瞬息溃散起开来 但是那意志 竟然还没有被轰裂 依然带着淡弱的余韵 暗自震撼 他的开天真言神通 的确是刚刚领悟 加上他修为有限 实力连百分之一 都没有发挥出来 可是对方这一指 实在是他平生警戒的神通 可怕之志 这到底是什么指 敌九震撼不已 比敌九更震撼的是 一指轰向敌九的 那名身材高大难修 他呆滞地看着敌九 从出道至今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有修为比他低几个档次的人 正面抗住他的荒骨 破虚指 对方那个死字神通 强悍到可怕 如果对方的修为再强一些 恐怕今天就不是 他的荒骨破虚指 轰破死字神通了 而是对方的死字神通 直接碾压他 将他轰成碎渣 这还不是最让他震撼的 最让他震撼的是 他的荒骨破虚指 撕裂了对方的神通后 轰在对方的身上后 对方竟然半点影响都没有 这是什么肉身 就算是圣体 也没有这么强大 你到底是谁 高大男子吸了口气后 竟然没有再对敌九动手 敌九如此 实力 绝非寻常修饰 敌九哈哈一声大笑 法则震气不断勾勒出去 开天笔还在虚空之中 继续到运威势的时候 天梭刀又是一刀劈了下去 你来你太爷的酒楼 肇事 踹你太爷酒楼招牌 还问你太爷是谁 先吃你太爷一刀再说 哪怕对方实力比他强一些 又如何 对敌九来说 只有和这种强人动手 心里才畅快 才有进步 这一架打得如此畅快 岂有中断的道理 被敌九和这高大男子 轰得逃到一边的锦西花 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里只有一个声音 浩强 实在是浩强 果然能再往山境地开 酒楼的 都不会是寻常之北 他没有猜错 这个自称太爷的青年 简直强悍到没边了 这个锦西花比谁都清楚 他根本就不是对方一招之敌 他能投不是因为实力 而是因为他的头脑 可笑他不久前 还以为敌九是个绣花枕头 所以躲在里面不敢出来 现在想来 这种想法有多可笑 住手 你我打下去毫无意义 你奈何不了我 我也奈何不了你 高大修士急切地叫道 他很清楚 敌九不惧他的荒谷破虚指 那继续打下去 他还真的无法奈何敌九 敌九就好像没有听到一般 天梭刀化为无尽 萧萧杀势 锁定了这高大修士 几乎要将整个虚空 都撕裂为两半的态势 披落下去 第八五九章 破虚道军 如此可怕和消杀的刀意 这高大修士 哪里敢有半点怠慢 哪怕这个时候 后退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依然是再次扑向敌九 又是一指轰了出去 这次可没有留什么余力 几乎是权力出手 他的荒谷破虚指 同样在于气势道运 如果一退后 他的气势就弱了 荒谷破虚 这一指比起前面那一指 带着更为浩瀚沧桑的气息 在这一指之前 一切都会化为虚无 被撕裂成为碎片 还在虚空之中的 天梭刀刀式道运 立即就有了溃散的趋势 敌九心里暗自震撼 他肯定 这家伙的第一指 没有出权力 这一指才是真正的权力出手 如果这家伙第一指 就如此权力对付他 他的开天真言 恐怕都无法撕碎对方的这一指 好在经历了第一指后 这第二指 虽然威力更大 敌九却找到了一丝法则破绽 这一次 天梭刀没有被对方的这一指压制住 咔嚓 天梭刀就好像经历过 最精准的计算一般 披入了这一丝法则破绽之中 哪怕天梭刀没有撕裂这一指的道运 荒谷破虚指的道运 也立即松散起来 空间变得激荡 天地规则再次混乱起来 虚空也因为这种撞击 出现了丝丝裂痕 敌九没有半点犹豫的就是 一拳轰了出去 风软如炬 波涛如怒 一座座全山连绵轰出 瞬息形成了连绵的巨掏 巨掏中隐约还带着 天梭刀的刀一杀势 哄 神渊道运在空中炸链 敌九同时驱动了自己的法则大阵 敌九那卷起连绵层次的拳风和刀浪 在对方的那一指之下化为虚无 进阶碎裂成为一片片零碎的道运气息 但那一指在经历了敌九一刀和一拳后 依然带着余威轰了下来 咔咔咔咔 一阵阵沉闷的响声传出 敌九的法则护震寸寸碎裂 但那一指之威 也被敌九的法则大阵化为虚无 碰 反噬力量席卷过来 这高大男子 同样的被敌九那一拳反震出数杖之外 比起上一拳 敌九吃了一个闷亏 还借助了震导 用法则震旗布置起来的连绵神阵 挡住了这一指 同时给还给了对方一些反噬 他现在的实力 还真不是眼前这个高大修士的对手 想要干掉这个家伙 他只有将开天真言修炼成功 至少要学会五个字才可以碾压对方 朋友 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愿意认错 当然 道友若是不依不饶 我迫序也不拒 就是 高大男子对敌九抱了一下拳 他也看出来了 虽然他比敌九略强了一点点 可是想要压制敌九 就算是让敌九受点轻伤也不容易 他同样看出来了敌九的手段 似乎可以无形中布置出来连绵的神阵 除此之外 敌九修炼的功法也有些古怪 他第一指没有出权力 却破去了敌九的那一刀 而他第二指几乎用了权力 敌九依然是毫无压力的破了 再打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明白了 明是破须道君前辈 人群中终于有人认出来了 这高大男子 震惊出声 破须道君 哈哈一笑 我以为我第一指出来 就有人认出我的 施展破须指就是要告诉这些人 他破须道君回来了 可惜的是 到现在为止 才有人认出他来 破须道君 我锦西花和你 可是无冤无仇 你追杀我倒也罢了 却不应该迁怒他人 锦西花赶紧上前说道 锦西花这话 可不是为了对破须道君 而是以退为进 敌九明显的不惧破须道君 而且破须道君 似乎有要和敌九说和的意思 他赶紧上来多个脸 最好让破须道君 不要再继续追杀他 见破须道君看着自己 敌九淡淡说道 破须道君 呵呵 没有听说过 不过打碎了我的洞府 可不会就这样算了 敌九可不是威胁破须道君 现在他的确无法 奈何破须道君 但是只要今天的事情一过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和道 只要和道成功 破须又如何 破须厉害的地方 不过就是那一指而已 他无法破解那一指 主要是因为他的修为低 还有就是 开天真言 没有彻底完善 破须道君对锦西花白白手 你的事情算了 我和 说到这里 破须道君对敌九一报权 还未请教道友如何称呼 欠债还钱 损物相赔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损坏了道友的酒楼 等会自然要赔偿 后面话的意思 是表明了 他打算赔偿敌九的损失 前面那句话 明显是想要结交敌九 敌九心里暗道 这些老东西 实在是提得起放的下 脸皮 对这些人来说 恐怕是没有的 敌九 敌九刚刚说了两个字 一边的闪电 就补充道 一般的人都叫我家老大太严 敌九的看着敌九说道 敌兄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 好好聊聊 只是说了一半 他就继续传音道 敌道友 我有办法让你合道 而且还是合得大道 敌九正想着合道的事情 听到破须道君的话后 立即心里就是一动 合道修士他见得多了 就算是远古的合道修士 他也是一刀杀一大批 但说心里话 破须这个合道 是他见过最厉害的 而且破须叫着道君 可见此人之前必定是第三步 想到这里 敌九再次一张手 又是一个极品神器洞府 被竖了起来 然后一伸手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请进那一谈吧 破须心里很是满意 如果不是为了结交敌九 他根本就用不着 放低自己的生态 想当初 他破须道君 也是一等一的强者 有必要对敌九小小一个混员 放低姿态吗 况且 这个小小的混员 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至于说 考虑到以后 被敌九报复的事情 呵呵 他破须从来都不会去想 这种无聊的事情 敌九和破须仪进入里面 外面就再次热闹起来 直到此刻 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修士 才明白 原来望山九楼的掌柜如此厉害 连破须道君也是无法奈何他 锦西花总算是松了口气 破须这种有来历的强者 既然说了 放过他 那就肯定不会再对他动手 他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最受欢迎的 那就是闪电了 知道闪电的太爷如此可怕 众多修士对闪电 更是迎奉到天上去了 敌九将破须道君带到宾客室 给破须倒了一杯星空茶 然后并没有说话 如果不是因为破须说的话 对他太重要 就凭借破须无缘无故 打碎他酒楼的牌子 然后打碎了他的酒楼 他就不会拿出星空茶 给破须道君 好茶 破须道君只是喝了一口 就惊声叫了出来 他叫好茶 和别的人叫好茶 可大不相同 他叫好茶 是因为在这茶中 感受到了剑木的气息 第860章 请敌九助全 他心里对敌九更是心惊 剑木别人没有见过 他破须可是见过的 敌九肯定弄到过剑木 否则的话 不可能炼制出来这种茶 弄到剑木 甚至用剑木炼制星空茶 就算是破须道君 对敌九的做法 也是无语之急 敌九根本就不说话 就算是破须喝出了 这星空茶 是见顶炼制的 他也魂不在意 破须道君明白敌九的意思 对敌九说道 敌道友 你想要河道 甚至和无上大道 必须要进入望山境地 敌九连剑木都能弄到 他心里更是想要结交好敌九 对于参加过 当年混战的破须来说 他比谁都清楚 强有力的盟友 意味着什么 敌九皱了皱眉 他见过很多河道修士 实力相差可以说 实在是太大了 强大的如眼前的这个破须 可以说 如果不是正好遇见他的话 换成任何一个混员修士 也可能不是此人的对手 弱得他 遇见更多了 当初他还是混员初期的时候 就可以轻松杀掉那些个河道 破须道友 你刚才说的河道 甚至无上大道 是什么意思 敌九问了出来 破须道君 哈哈一笑 我就等着你询问这句话 若是你问不出这句话 这才是让我失望的 我被修道 道是有大小的 修大道者合大道 修小道者合小道 修伪道者合的 就是伪道 你若是在这个地方合道 我肯定 你合的必定是小道 怎么说 敌九欲发疑惑起来 破须道君摇了摇头 这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 必须你自己去议会才可以 我之所以说 你必须要去望山禁地合道 是因为望山禁地 经历了当年的造化大战之后 到处都是残破道运 之后又因为宇宙规则凌乱 望山禁地的道运 更是混杂不堪 但是其中的天地规则 却最为坚韧 而且杀戮纵横 在望山禁地 如果能合道 就是合得无上大道 如果不能合道呢 敌九冷冷地说道 破须道君淡淡说道 那就只能死了 敌九反而没有在意 破须道君的态度 这就是说 如果不能做到最强 那就不如不要做 虽然敌九现在 还不明白破须道君的意思 他心里隐约有了一些模糊概念 哪怕他修炼的功法再强大 能得到破须道君 这种远古强者的一点指点 也是受益无穷 多谢破须道友了 就凭借你的这个建议 毁了我洞府的事情 我就此作罢 敌九说道 破须摆摆手 拿出一块拇指大小的晶体 递给敌九说道 这个赔给你吧 我相信你能用得上 敌九正想拒绝 但当他看见那东西的时候 立即接过了精益的结果说道 这是一年海经 没错 这的确是一年海经 当年我弄到的也不多 就送你这一小块了 破须很是满意 敌九的反应 他好歹也是一方道君 结交敌九这种人 自然不能太过小气了 敌九收起一年海经 一报全说道 多谢了 这东西我正用得上 只是这东西 比起我那个极品神器动服来 要贵重太多了 破须笑道 这件事毕竟是我不对在先 更何况将来我也许 有求敌到有帮忙的地方 区区一小块一年海经 实在是算不上什么 敌九点点头 没有再谦虚 一年海经 那可是能用来之布置最顶级的法阵 同时还可以帮助领悟道法神通 还可以融入法宝中 若是用来炼制服录 那可以炼制星空中一等一的服录 敌九是顶级阵道强者 不过一个阵道强者 没有好的材料 很多法阵都是布置不出来的 况且敌九用这一点一年海经 还有别的用处 他打算打造一套真正的刀阵 这个刀阵全部用极品神器组合起来 以他的天梭刀为阵星 只要这个刀阵打造起来 再加上他的开天笔 敌九相信他在这一方虚空 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了 敌道友应该知道 我的实力大损了 当年我为了躲避别人的暗算 将自己的家当 都藏在了家亮山的一处地方 后来这个地方因为连绵大战 被别人称之为天地神木岗 等我回来的时候 天地神木岗不但不见了 连我藏匿的东西都不见了 这其中包括了我的本命法宝 荒谷破须碑 还有荒谷破须绝等 破须道军一口气 将这些话说出来后 这才对敌九说道 敌道友 我怀疑我的东西依然还在那里 只是我一个人进去的话 绝对是势单力薄 我这些年也走了很多地方 能让我看得入眼的 除了敌道友之外 真的没有第二个人 敌九已经明白了 破须道军的意思 淡淡说道 破须道友的意思 是打算邀请我一起进入望山境地 然后为你助权来着 破须道军并不在意敌九的话 很是光棍地说道 是的 我打算请求敌道友帮我助权 当然 以我们这点实力 的确是不够看 只要进入了望山境地 我肯定敌道友能合到成功 而我 却有很大机会 跨入第三步 敌九呵呵一声 破须道友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你的本命法宝 是荒谷破须杯 你想要 跨入第三步 恐怕要先找到你的本命法宝再说吧 破须对敌九看穿他的意思 并不觉得尴尬 没错 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 敌九没有回答破须道军的话 他 只是一张手 一枚玉剑 就出现在他的手心 这枚玉剑 是这些年来 闪电在外面收集的 全部是关于望山境地的消息 敌九的神念 将玉剑扫了一遍后 心里也有些赞扬闪电 这家伙 收集消息的本事 还真不赖 这上面什么消息 都有 将玉剑收起来后 敌九说道 破须道友 据我所知 在当年的造化大战之后 望山这里 虽然也有众多高手 却没有顶级强者 以道军的手段 进入这个境地里面 能惧怕谁 破须道军站了起来 对敌九一抱全说道 敌道友 你可能不大了解 造化大战 造化大战后 造化道运会聚集在 造化大战就形成了杀戮剑 那又如何 敌九说道 破须道军叹息一声 因为造化大战中 陨落的强者不计其数 而你以为这些强者 全部都彻底陨落了吗 没有 他们表面上看彻底陨落了 但有一部分强者残余道运 却可以借助 这里的造化气息重生 现在的望山境地 就类似于当年的杀戮剑 我刚肯定 里面到处都是绝世强者 说吧 你到底需要我帮什么忙 敌九早已看清楚了 破须道军的意思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破须道军 深深地吸了口气 放缓自己的语气说道 当年我的荒谷破须杯 和荒谷破须绝可能 被一个姓名的人拿走了 而根据我这些年的调查 那个姓名的修士 有一个叫燕妓的道吕 陨落在造化大战中 若是我运气好的话 很有可能找到那个女人 重生后的残魂 敌九冷笑一声 你是想抓住别人的女人 然后去要挟对方吧